浓度 伊朗官方媒体表示 星期天在伊朗南部发生的自杀爆炸袭击事件 造成42人死亡 其中至少有15人是革命卫队成员 伊朗官员早些时候说 有6名革命卫队指挥官 在发生在西斯坦皮律之斯坦省的这次袭击事件中丧生 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尔表示 德黑兰将惩罚凶手 他还将这次袭击事件归咎于国际傲慢势力雇佣的杀手 哈梅内尔一贯用这种字眼来形容美国 伊朗媒体援引革命卫队司令贾法里的话说 他发誓要对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进行报复 他说这两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协助了制造爆炸事件的人 与此同时 迅尼派激进组织真主旅星期一在互联网上发表声明 宣称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 贾法里还指责巴基斯坦情报人员与真主旅有联系 巴基斯坦美国和英国都对这次袭击表示谴责 并且否认与袭击事件有任何关联